大家好 說起六壁句 相信大家對它並不陌生 它那里一道道精美的醬菜 當然少不了我們眼前看到的這些小植物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根莖小植物 它就是地環 又稱甘露 也有人叫它螺絲菜 它的名稱不止這些 還有很多 但北方人都叫它地環 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主要吃它地底下的根莖 同時也用它的根莖來繁殖 地環不僅有實用價值 它還有很好的治療作用 它可以活血利尿 潤肺抑腎 對氣喘、肺虛咳嗽有治療效果 不僅如此 它還可以促進消化 地環含有豐富的水溶性纖維 以及天然多糖 能夠潤肠通便 加快身體代謝 過去哪裡知道 它對身體有這麼多的好處 只是把它做成醬菜來吃 現在知道它的好處這麼多 就更不能放過它了 雖然北方人喜歡吃它 但它不屬於北方的專有 它遍布中國全國各地 有野生也有人工栽培 主要產於黑龍江、遼寧、吉林、內蒙古、河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等地 台灣也有 俄羅斯和日本也有 地環喜歡潮濕的環境 如果人工栽培時 要青椒水 但不可以積水 種植地環時 不可以埋得過深或過淺 大約在5至7厘米左右 每屑放入2至3粒即可 在種植前要上足了底肥 我用的是農家肥 另外又多加了一些水肥 在有機肥里加了一些咖啡渣 增加淡肥的含量 把這些肥融入水中 使植物更容易吸收養分 水肥用的是有機複合肥 5比5比5 外加咖啡渣 把水肥直接倒入種植物的坑內 然後附土 把這些全都做好後 基本上就不太管理它了 每個星期再澆兩次水 如果是夏天再多澆一次 最好每個月再追加一次淡肥 直到8月份 因為8月份是根莖膨大階段 這時要追加磷甲肥 但淡肥也不能停止 只是減少一些 以磷甲肥為主 半個月後 地環發芽了 大多數的葉子 開始陸續地長了出來 它的葉片形狀非常像薄荷 葉片長出後 就要開始勤澆水 這個時候的地環 蓄水量特別大 直到入秋後 葉子枯萎 這時就可以採收地環了 如果想留種苗 可以直接留在地裡 或者把它挖起來 放在花盆裡 如果你住的地方特別寒冷 把它挖起來 放在花盆裡保存 會更好一些 花盆放在一個 不是很冷的地方就可以 那好了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謝謝您的觀看 歡迎大家訂閱並轉發 我們下期再見